大家好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从兵家一直走到咱家 那么这些思想流派也好 技术流派也好 考虑的核心要素都是人 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要实现 却都离不开我们今天要讲的农家 因为顾名思义 农家他主要关注农业生产 他一方面要去探讨农业技术 他另一方面要去探讨农业和治国的关系 你再正确的思想 再完美的理论 离开了农业 狗屁不是 这个其实不要说在当年 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 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的国家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再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 甚至向信息化时代迈进 你离开了农业也是国将不国 我想这一点 不管是谁他在中国执政 他都不会反对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了 我想插一些题外话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学者 包括一些社会人士 他会反对国家保持这个18亿亩的耕地红线 就耕地不能少于18亿亩 有人说这个就造成了中国的房价居高不下 因为他不能用更多的耕地去盖房子了吗 盖更多的房子 那也有人说说这个政策的理论基础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说这个政策理论基础 它完全属于起人忧天 说我们可以买啊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市场来进口粮食 那这两个主要的质疑 我认为都属于没有考虑清楚一些现实问题 我们第一来说 我们的房价高 到底是不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房子 现在中国所有的房子里 大概有6000万套还是空房子 而且这个是2009年的数据 现在的空房子估计更多 我们去看这个中华网的调查 现在中国明显是房屋过剩 而不是房屋紧张 那这个其实就很说明问题了 是你房屋资源配置的问题 它不是资源紧缺的问题 对吧 你房屋本来就过剩 你怎么会试图通过占用更多的耕地 增加更多的房子来降低房价呢 供给没有不足嘛 这是其一 其二 粮食安全 或者说食品安全 只能靠我们自己 那些说我们可以通过市场运作 来进口粮食的观点 它可能没有考虑到以下三点试试 第一 全世界是不是有那么多粮食可以进口给我们 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具体数据大家去查 有不一样的数据 但是基数是差不多的 我看完之后是触目惊心的 没有人能养活中国人 甚至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第二 即使全世界粮食足够 别人会不会出口给我们 我们去看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 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或者是他们的盟友 一旦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这个最坏的情况 比如说战争状态 粮食短缺 那是比石油短缺更要命的 比如说战争状态下 敌人切断了我们的石油供给路线 我们大概可以支撑一个星期 没有粮食呢 大家看过一个美剧叫行尸走肉吗 估计中国到时候就是那样 有人说你这个不是冷战思维吗 问题是粮食领域 它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领域 而且本来就是一个战场 用冷战思维 甚至用热战思维去考虑 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不能为了抛弃冷战思维 而抛弃冷战思维 我们在讲国际关系史的时候 曾经讲过非传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 它应该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 它非常容易转化成一个传统安全问题 那就是你的政治安全 你的国民的安全 那么第三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 全世界有那么多粮食 可以养活突然多出来的几亿 乃至十几亿人 而且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年代 别人也愿意把粮食进口给我们 但是耕地它可不仅仅是一个安全和吃饭的问题 它还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 你没有足够多数量的耕地 跟没有足够多的湿地是一个效果 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空气的湿度和质量 它都很难保证 而生态环境 那么它的自我调节的能力 就会大大的受损 我们指望高楼大厦的混凝土 来调节我们的生态循环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18亿亩红线 它不应该被打破 但是我同样也反对另外一种行为 就是指责那些 支持打破18亿亩红线的人 是卖国贼 是美国的走狗 是西方势力的在华代言人 人家就是要来整垮中国的 这个很没有意思 对吧 我们讨论问题 就应该就事论事 我们用数据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不要做那种诛心之论 那样的结果就是 自闭加自闭 前一个闭是关闭的闭 后一个闭是枪闭的闭 你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吗 决策它有决策者 最终来拍板 探讨可以各输己见 我们尽可以去怀疑对方的观点 但是我们不能在没有 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去怀疑对方的立场和道德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就完全支持开放18亿木空间 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此 牵扯出一些民族大义之类的指责 我认为争论的最终底线 最多就是各执己见 因为我们看事物 以及我们各自的知识结构 可能是不同的 而不应该是人身攻击 我可以说我那位朋友 如果是卖国贼的话 天下就没有爱国者 观点不同 丝毫不影响我们是好朋友 包括我们现在来讲诸子百家 我表达的是我个人的见解 大家不同意 我们可以用开放的心态来探讨 但是请大家对我也好 对于其他参与探讨的人也好 不要做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叫诸心之论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 最基本的素质和节操 那么我们回到农家 这个先前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 据说是虚型 我只能说据说 因为这个确实没有很多佐证 可以证明是这个人 那么行是行走的行 而且这个人的身份不能确定 甚至这个钱穆先生 在他写的这个 先秦诸子戏年里面考证 说许行这个人 其实就是墨家的许范 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前面的这个考证 没有确凿证据 我们毕竟离那个时代 确实太过遥远 我们要确定一些人的身份 这个很不容易 那么这个人的著作 据说是 据说叫神农 就是神农是那个神农 但是这个已经失传了 和我们上一讲讲的 这个上上一讲 那讲阴阳家的时候 是讲邹衍的那个书一样 这个找不到 那么现在农家的观点和事迹 它分的非常零散 它零散的分布于 这个像管子 孟子 包括我们上一讲讲的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 这些书里面 都有农家的这些事物和观点 那么这些书里面 这个碎片状的分布的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把它们梳理和总结出来 我们就会发现 农家确实像这个吕斯敏先生 来评价的那样 说农家一是言种树之事 就是农业生产 二是关乎政治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他一方面关注农业技术 他一方面关注用农业来治国 其实这两个方面可以在农丧养国 这四个字上面统一 因为农业对于当时中国境内的各个诸侯国来说 都是根本中的根本 我们可以去看各国只要一说 这个变法图强 一是立制 一是军制 一是农业 一定出不了这个圈子 那么在那个年代 他主要围绕这个景田制的兴肺来改革 那这里景田制我们就不再细究了 那么农家都有哪些基本的思想呢 我们刚才说 把那些碎片化的这个信息给整理总结一下 我们就发现首先第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农本思想 也就是国家大气以农为本 这个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过于深远 尤其是在政策界 中国历史上的兴衰 那可以说都跟这个思想有关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那么为什么说成也萧何 这个思想跟封建社会的极权统治 实在是太契合了 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地理环境 它以农业为本 在封建社会那个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 它是不是能够保证地主统治阶级 让他们的土地利用率达到最高 他们是土地的主人 他们当然希望他们自己的土地 能够被最好的利用 而且他把农民 或者说把农民阶级 他都拴在了这个土地里 因为你春重秋收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 那是不是他就能防止人口流动 那你防止人口流动 你就减少了治理难度 那就维护了这个中央集权统治 这个逻辑是清楚的吧 而且在知识分子 只占极少部分人口的古代中国社会 农业为本 它是不是让大量的非知识分子人口 它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 叫种地 那大量的人有活可干 他有自己的工作 那社会是不是就稳定了 而且不管是中国的自然条件 还是社会条件 它都能保证以农为本这种思想 它长期不受挑战 可以说在2000年都没有受到过 真正根本性的挑战 我们从自然条件来说 中国内部江河淮汉 平原广阔 针对当时那么几千万 甚至到了清朝鼎盛的时期 也就是差不多三四亿人口 让这些人口去耕种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发展农业的硬件条件非常好 想想我们到前一段时间 21世纪初 我们的农业人口 就比当时所有人口还多 那么从社会条件来说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他都重视对农业制度 实行这种优化调整 而且基本调整的 还都比较成功 尤其是到了 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明清两代 这个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结合这两个朝代 当时的社会情况 去研究一下 这个明朝的一条编法 清朝的摊丁入木 那个制度设计简直都绝了 360度无死角 防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根本地位发生动摇 防止农业人口流失 而且还最大程度的 保证国家赴税 我们看这个税这个字 它本身就是盒子吧 左边一个盒位 一个对 它就是向国家交粮食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农本思想都是符合 中国生产力现实的 也是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的 也具备被确立为 治国指导思想的条件 但是为什么败也消贺呢 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 一个零和博弈的问题 就是人口 它在一定时期内就这么多吧 尽管它有增长 稳定的增长 那么你要保证农业人口 你是不是就要限制商业人口 有人说 为什么只说商业人口呢 因为古代中国平民 有可能面对的四大职业选择 就是市农工商 你就这四种职业让你选择 市 也就是知识分子 也包括官员吧 那么农就是农民 那么工就是制造业者 商就是交换商品的人 交换产品的人 那么包括到现在 难道不是吗 各位大学毕业之后 或者拿到了这个 比本科更高的学历之后 你总要迈入社会的 你只要不是去从事那种 特别偏僻的比较个性的行业 一般你也脱离不了这四大职业 那市你不能压制吧 对吧 你需要把最优秀的人才 吸收到这个公务系统里面 帮你去统治和治理国家 一直到现在 科举制它虽然被废除了 但是考试制度还在 而且市啊 或者说知识分子 它毕竟还是少数 对吧 你真正说北大清华的有几个 那么它怎么可能能够去 动摇几亿农民的地位 但是工商业者不一样 它有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前置 那你都去从事制造业了 都去做买卖了 谁去耕地 那你没有人耕地 谁去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 地主地主 对吧 他关注的还是地 那你没有人耕地 你地主还怎么去限制人 那才怎么去统治人 所以我们说重农 重农紧接着两个字就是义商 重农和义商它是统一的 甚至可以说在古代中国 你只要重农呢 必然义商 那这就麻烦了 而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萌芽 它是在这个手工制造行业里面出现的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关系嘛 而且它是靠商人来开辟市场的 劳动力也好 运输力也好 它必须是流动的 你不能把它牢牢定死在某个地方 你就像中国一些地方的农民 可能包括现在都是 他可能这辈子 比如他活到90岁 这座山背后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这辈子的活动范围 可能就不超过100公里 那这你怎么可能出现这个资本主义萌芽 所以等到这个明清两朝的时候 尤其清朝的时候 它的农业已经无比发达了 可以说在人类的农业史上已经登峰造极了 大家想想英国那是什么情况 它18世纪 它就开始工业革命了 到了19世纪末 一个多世纪 它刚刚追上中国 一个那么落后的农业国家的GDP 所以中国的农业 它发达到什么地步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那这个时候 它一定会闭关锁国的 有人说明朝 它不是有郑和下西洋吗 而且下了七次 大家注意那是政府行为 它不是社会行为 它缺乏社会根本 而且七下西洋之后 就没信了 你农业太发达 一是造成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绝对障碍 没有人口去从事工商业 或者你从事工商业的人 被社会 甚至被自己的家人看不起 从秦朝就是这样 你看大秦帝国的那个电视剧 商鞅 当时叫卫鞅 卫鞅他假装自己要去经商了 加入白氏的这个商家了 借此逃离卫国 叫做什么 叫自污 污染的污 就我把自己搞脏了 我一个知识分子竟然去经商 这下三滥 所以大家想那可是战国时期 他就已经这么根深蒂固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造成中国人封闭 我不需要跟人交换什么东西 对吧 我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里的东西 完全可以满足我自己的生活 那么英国的乔治三世给乾隆写信 说 就是毫无疑问 说两个相隔万里的国家 如果能够互通商品 那么两国的工业和财富 都将从中受益 那么乾隆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些人非常熟悉的那句话 说天朝物产风营 无所不由 缘不计外一货物一同有物 是吧 换句话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互通商业 是吧 我的wealth从我的农业里面获得 我的industry 是吧 什么叫industry 是吧 既银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 以为变怪神奇 以为不能学 封闭带来了恶果 劳动力为定死在土地上带来了恶果 那么这就是农本思想 那搞清楚了这个思想 其他的一切思想就顺理成章了 比如农家他提倡什么 提倡我们要形成民风淳朴的社会环境 所谓淳朴 就是好控制 比如说他提倡这个冰农结合 这个农田和农民 它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粮草和冰原的供给 再比如他提倡这个我们要顺应天时 这本来就是一个农业概念 春种秋收嘛 但是这个思想 它也影响到了各个流派 我们中学都学过这个孟子的寡人之渔国也 对吧 孟子将连回王 里面不是就说 说促骨不入乌池 鱼鳖不可生食也 是吧 附近以石入山林 财母不可生用也 是吧 骨与鱼鳖不可生食 财母不可生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时也 要行人证吗 顺应天时 让老百姓过好 包括孙子兵法里也说 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 要打胜仗吗 那你要顺应天时 那再比如他这个提出 我们要统一度粮横 那首先就是方便交税啊 所以这种种的思想政策 都是基于以农为本 这四个字展开的 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 以农为本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拿说 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的 世界标准 国际标准 来要求当时中国的农家思想 那样不公平 所以这就是农家的大致情况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一起走过了 兵家 儒家 法家 末家 明家 纵横家 道家 一家 阴阳家 杂家 还有今天的农家 那么由于客时的限制 还有本人的这个支持面的问题 他肯定有很多人物的观点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涉及到 不过欢迎大家来加入 我们的这个QQ群 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在屏幕的下方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可以随时的分享和探讨 也是给我个人一个 向大家来学习的机会 那么在接下来几讲内容里面 我们将特意的来挑一些 关于朱子百家 比较著名的问题来探讨 比如前一段时间 引用率非常高的一句话 叫做只有儒家才能救世界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或者说 这样说是不是合理呢 那么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